这可不是一般的红豆 这是王维师里的红豆 你没听过王维的 相思吗 世人皆知相思入骨 便无药可依 可明知相思苦 却偏要苦相思 家定名是王初彤和六娘从小青梅竹马 二人明月千里及相思 却因古代的婚俗观念最终无缘厮守 年幼时 小秀才捡到一颗红豆 想到学堂上先生所教的相思 便迫不及待想要与六娘分享 在烟雨笼罩的古巷中 油纸伞下的少年踏着青石板街狂狂而来 门户渐开 小秀才一脸羞涩地望着眼前的家人 看着被雨水打湿的衣衫 六娘连忙将她拉进屋檐 可当她看到秀才手中的红豆时 我当是什么宝贝呢 这不是红豆吗 有什么新奇的 见六娘欲要离开 小秀才连忙换住六娘 告诉她这不是一般的红豆 而是王维师里的红豆 六娘故意不将其点破 让小秀才亲口背与她听 那你背一个给我听 背不出 打手心 好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彩鞋 此物 可失踪的最后那句此物最相思 修红脸的小秀才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六娘见小秀才背不出最后一句 便要打手心惩罚 此时小秀才的娘亲换她回去 不知所措的小秀才落荒而逃 只留下那颗寄托着相思的红豆 一日小秀才放学归来 六娘早已在门前等候 见到小秀才后 便从秀终端出一碗相思粥 当做是昨日的回忆 羊嘴 红豆熟弱 蝴蝶破茧而出 昔日的六娘如今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 出生名门望族的她秀外会中 一举一动无不令街边的少年痴迷 烟雨萌萌的小巷 人群中小秀才抱着书信不走 当她看到六娘时 眼眸里闪动着难以掩饰的爱意 可六娘的母亲却嫌她一身清平 两人在短暂的目光交汇后 无奈只能匆匆泄后擦肩而过 自此小秀才开始夜里挑灯寒窗 因为她深知 出生贫寒的自己欲娶六娘 唯有考取公民别无他法 可岁月不等有情人 随着屋外的鞭炮声响起 街坊们议论着眼前这桩门当户对的轻视 原来六娘已许做他人 聘礼接连不断地送入庭院 鞭炮齐名人头攒动 起了造化终是弄人 临行前六娘想秀一息紧怕 无奈心生难过不慎扎破了手指 烟红的血珠好似红豆滴在丝卷之上 悲伤之情此时再也无法压抑 六娘扑进母亲的怀里放生痛苦 小秀才情绪崩溃 冒着大雨跑到了六娘门前 却始终不敢叩门 一身清贫怎敢吴家人 两秀清风如何入芳华 六娘剪断了秀满意景怕的相思 更是剪断了两人青梅竹马的缘分 而这门里门外之间 相隔的却是彼此的一生 很快便到了六娘大喜之日 王库子弟身起高头大马 在喧闹的锣鼓声中迎娶了六娘 婚叫中 六娘虽奉官侠佩十里红妆 但眼里却是洗不尽的泪水 寒来蜀网又逢春 多年以后 王初同志是还乡 老秀才撑在当年的那把红纸伞 可当他再次看到红豆簪子时 依旧难掩那份对六娘的思念 红豆深南国 春来发几只 愿君多采邪 此物最相思 人有生老三千级 唯有相思不可疑 愿这世间的每对恋人 都能始于心动 终于白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八道